中方代表脸色铁青快闪离开 海巡署副署长随即也从金门返台 中国三无传番复案 三号进行第十五次协商 双方在碰撞道歉等问题上 仍没有达成共识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爆料 双方谈判触标原因 就是因为中方代表提出要求 包括台湾海巡人员到中国接受训问 王定宇痛批 如果答应台湾主权还在吗 海巡未来还能执法吗 如果我们答应这样的条件 未来中国的违法船只 大摇大摆的入侵我们海域 海巡署还能执法吗 执法的器材可以检讨 但是执法跟违法者之间 基本的事实不容混淆 往生者的家属 希望可以跟这几位的当事人 就是我们执法的海巡的弟兄们 可以当面跟他们请教 当时的这个情形 到底发生了是什么事情 不是说大陆要把我们海巡的弟兄 叫去他们大陆 他说这会大陆 这会大陆是完全不是的 陈云正驳斥 强调中方并没有要求海巡到中国训问 但两岸针对责任归属 一直没有交集导致协商卡关 倒是抚恤部分双方有共识 但我方强调 这是慰问金而非赔偿金 阿根廷巡逻舰成功截获该搜渔船后 动用了重机枪扫射中国渔船 2016年中国违法捕鱼渔船 入侵阿根廷经济海域就遭开火击沉 船员也都被逮捕 这回中国三五船也违法进入 我禁限制海域 我方依法驱离 政府也当海巡后盾 站稳立场坚定支持 台北相貌岛